台湾位于地震耗发地带 尤其是西半部人口集中 有严重的土壤异化问题 在强震中显得特别脆弱 深度调查报告采访团队 跟着学者专家 深入了彰化台南等地 那么这里都是土壤异化的重灾区 但是没想到学者说 其实最严重的正是首都台北 台北盆地过去其实是一片汪洋 土质松软 一旦发生大地震 非常可能爆发大规模的土壤异化 倒是后果不堪设想 这个问题有可能 透过现在的科技手段来解决吗 我们的调查报告 家园遭开膛破度 921大地震 土壤异化 最严重的地方 不在镇央积极 而是在彰化 这座小镇 二十年了 我们重回现场 尽管伤口已经愈合 却也留下难以抹灭的伤疤 因为土壤异化 房子也跟着歪腰下沉 当时整个轮牙里 有上百户都像这样 被黄泥沙亲门踏户 这有刷啊 这哪里都是刷子的 哪里都是刷子的 走进三合院 这间专造平房 时空仿佛还被禁止在921那天 家具东倒西歪 整间屋子被泥沙覆盖 都没起来 没起来到门窗户了 不只地面喷沙 921前居民赖以为生的水井 也遭到喷沙鼠塞 一夜之间水井变沙坑 这个区域专家研判 可能是旧水道 地下水位接近沙土层 只要发生大地震 房子就可能会倾斜或下沉 突然异话就是你要几个要件 第一个要件就是 你有很多的稀沙 第二个要件就是 你的地下水非常丰富 第三个要件就是 你要有强大的地震 921让民众对土壤异化 有了初步认知 但每经历一次地震 就是对台湾建筑物 无情的试炼 就这两户是最严重的 两户是互相的这样 方向面向倾斜 这里是台南市安南区 美农地震那一天 地表也出现军裂喷沙 房子严重塌陷 这沉入一米 然后这边旁边也是倾斜 那房子因为异化的原因 它两个房子呈现以后 造成了地面的隆起 当初的受灾户都已经陆续重建 也特别加强建筑结构 学者认为可以透过基桩 深入地底18到20米 穿过松软沙层 让房子获得更好的支撑 第二个可以借用 混凝土灌浆改善地质 不信的时候我们台湾西部的 都是一些冲地层 都比较属于软肉的土壤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 当然是我们在建筑物的时候 必须注意到土壤的改值的问题 但专家指出 土壤异化最大威胁 恐怕是在中华民国首都台北 101大楼的时候 它挖下去就是很多贝壳 很多牡蠣 那大概三四千年前的牡蠣 那我们就知道 在101大楼这边 大概三四千年前的时候 海水淹到这边来了 原来过去台北盆地 居然是一座湖泊 地质条件与台江内海类似 直到大雪退去后 还是存在许多大大小小的皮塘 规模7的一个大地震 它先土地异化 异化就整个下线 下线多深了4公尺 所以整个淡水河的河水就灌进来 当时台北城 其实是一个台北大湖 台北盆地是台湾政经重刑 脚下的土壤异化危机 就像个未爆弹 但专家也提醒 以现金的建筑技术 不用太过恐慌 第一可能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我们可能是说 我们打个机桩 机桩把它灌入到下面的一个研盘 这也是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法 第二也可能说 我用一个连续壁做得很深 再加上一些伏壁的方式 把那个会异化的土壤 微塑在里面 让它跑不出去 这也是一个方式 那再过来第三个方式 就是大家最常听到的 就是把那个20公尺的 会异化的这个沙土 我用那个混凝土搅拌桩去把它改良 土壤异化等于一个天然的 一个减震的效果 反而可以保护这个 免得防止倒塌 因为这是一个天然的保险室 地震和时来 没人说得准 面临强政威胁 台北未处盆地 过去曾一度下陷 变成湖泊 如今成为首都 在地球母亲不断给的试炼下 我们还是要提高警觉 不能轻呼